嗨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小工具 是答对率计算器 相信很多老师都会有 做试题分析的困扰 因为我们要做试题分析 最传统的做法 我们会画正字记号 比如说这边的单选第十题 还有填充第四第五 第七第十 我们就会在这几题的旁边 画上个正字记号画一杠 那整班的考卷统计起来之后 就可以算出 全班媒体的答对的情况 有人会想说那我用Excel来算 比如说我全部都设1 答错的地方设0 那再把它统计出来 就可以知道我们答对率 不过这样子还是要 一格一格的去输入 会快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快很多 有没有更快的做法呢 好我们来看看 今天新做出来的小应用程式 我们这个应用程式是用Excel做的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公式 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Substitute Substitute的意思就是 储存格里面把这个字元1取代掉 取代表变成这个是空白的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些储存格里面的1 全部都取代掉变成没有东西 好那LEN呢 LEN的意思就是计算储存格里面 所有字元的个数 好所以呢我这边计算 储存格里面所有字元个数 这边计算扣掉1的字元个数 那这样两个相减的话 我就可以得到 这些储存格里面1的个数 好那我再把它加总起来 就会是所有储存格里面1的个数 那我们就可以当做什么 比如说1是单选第一题 那我这样全部加起来 就是单选第一题答错的题数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表格呢 是我估计一下数学考卷会有的情况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看 如果说你考卷来了 我要直接把它K进去要怎么打呢 好可以看一下底下表格 好底下表格是答错题号 有没有答错题号 答错题号下面这个 12345到底下到十几 这是多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考卷的份数的意思 1就是第一份考卷 2就是第二份考卷 所以呢就第一份考卷就输入在第一列 第二份考卷就输入在第二列这样子 好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份考卷 只有选择题跟填充题 所以呢我们把其他的列都给它隐藏掉 填充11到20也隐藏掉 好 经过这样隐藏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Excel表格干净利落 好以刚刚那张考卷为例 单选第十题错 所以呢我就输入0 这样就好了 好那填充题呢 第四第五第七第十 答错 所以我就写4570 Enter 好你可以发现我单选这边就是输入错的单选题 填充这边就输入错的填充题的题号 输入完之后观察一下上面的表格 有没有单选第十题出现了1这个数字 因为它数到一个0 所以在这边出现了1 1 那填充呢 它数到一个4 一个5 一个7 一个0 所以呢这边都显示为1 这样我就可以把题目都分开来算 比如说我第二张考卷呢 是单选第2第4 有错 那我就输入24 那填充呢 是第1第4第5第7 我就输入1457 好 这样你就可以发现它马上单选跟填充的 错的题数都会显示出来 这样就是很方便哦 那我们要统计达对率的时候 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刚刚是答错题数 我现在要改成答对题数 我需要有总人数嘛 所以先把总人数输入在这个黄色格子里面 翻上 比如说翻上29个人 好 就打29 那这边呢 我就会 公式就会是 总人数扣掉答错题数 好 那我依据我需要的题号 选择1到10跟填充1到10 那你的公式就要写的是 这一格是固定的 所以我用前字号把它框住 好 B2减掉D3 第3是这一格 好 那这一格呢 就会是B2减掉D4 这一格就B2减掉D5这样子 到这边呢 这一格是B2减掉K3这样子 好 这个公式你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那隔壁这个更简单了 把O的数字呢 除以总人数 一样用前字号把它框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会得到答对题数跟答对率 这样就是我们的简单的答对率计算器 那这个好处就是 因为你的数字输入完之后 它都会帮你统计出来 很方便 那你要小心的是什么 比如说1002003 那你的0就会算了4次 当然这是告诉我们说 你输入的数字不一定要照顺序 1457你也可以写成5714 它算出来的个数是一样的 但是不要重复输入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呢你之后还想要去修改 我们刚刚那个很厉害的公式的话 请你务必要小心哦 比如说我多选不止5题 我需要插入一栏 然后输入多选6的话 那你要小心就是 我在编辑这个时候 除了你要对齐照着格式 照着位置把它打好之外 你不能够直接按enter 你按enter它会变成错误的讯息 因为你发现它的公式 跟其他公式不一样 它外面多了一个大括号 那这大括号呢 怎么样简单输入 就是你直接按 ctrl shift加enter 三个键同时按 这样子它就会出现了 为什么要这样按 因为我们这个公式是正列公式 它不是一般公式 所以正列公式的话 你要按ctrl shift加enter 好 所以呢我们要说的公式也是ok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来询问 很开心的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小工具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